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自然医保里面是多了一个精神病的赔偿 以往旧式的转保险精神病有关的一定不保试项 但是在自然医保里面政府就特别设计 觉得精神健康也是很重要 还有可能都是长期病 变成它就加了这个items 无论自然医保的灵活计划 或者自然医保的高端医疗计划 虽然是加了精神科 但是它是有限额的 高端医疗里面它不会说无限赔全数赔偿 不会的,仍然是有限额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今天我也想讲几个故事 大家去认真想一下 究竟保险顾问的角色和保险产品 究竟在人客一般大家的认知里面 究竟我来帮到什么呢? 最近也有一个同事 他就给电话我 就说 Mr. Chava,我记得你那个视频里面 曾经访问过一个精神科医生 我有个人客 他说想带个儿子去看精神科 因为他是买那些高端医疗里面 是有保到精神科的 所以他就想不如入院去找个精神科跟进 我就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卡片 你叫个客人自己打电话去问 不过我提醒就是 如果精神科入私家医院 私家医院都会要求入私家病房 因为都担心那个病人 影响到其他病人 所以就不会被你在大房 二人病房就不会的 第二就是 通常医院都要求要有个家属 24小时在房间陪着他 因为就算是私家病房 姑娘都不会全日在看着他 如果他万一真的自杀 那怎么办呢? 医院都担当不起 如果知道是跟精神科有关 真的会要求多些 一定要有个家属在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如果你的客人是病人是什么事 什么情况 然后再去了解 知道原来那个是一个十多岁的小朋友 因为由一些国际学校 从小到大一读国际学校 在一年之前 父母就帮他转了 做一些我们本地的地方学校 不知道是不是不适应 以及功课太多 所以那小朋友的情绪 是不是那么开心 也都 家里开始担心 觉得有问题 同事了解完之后 就告诉我 可能他是这样 所以想个儿子去看精神科 我就说 那其实没必要入医院 是不是? 你在门诊看都可以 但是 因为自然医保里面 一定要入院才有得赔赔 所以个人客就提出 反正如果医疗保险里面 入院才有赔赔 那不如入医院 就是 那个导向 就变成了去想赔赔赔的东西 反而就不是想真实 如何去帮助病人 我都跟同事说 就说 第一 是不是有必要入医院呢? 入医院都不是你想象中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想医生都要了解清楚 究竟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医院都要了解清楚 不如你叫那个父母 直接跟那个医生 在电话沟通清楚 了解情况先 我觉得可能在门诊 已经可以处理得到 第一 我既然父母都感觉到 小朋友是适应不到 本地本地学校的功课那么多 感觉到有压力 情绪开始出问题 都很简单的 我转回去IB 去国际学校 我说是否经济问题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转回去国际学校 跟着同事说 不是的 他家里都 经济上是OK的 很好的 不过不知道为何父母 认读中文会更好 所以就转了小朋友 认读中文的本地学校 有时候我都会多口 跟同事说 我说 既然他都知道 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是想小朋友 看精神科医生 去令到小朋友去接受 学校多功课的压力 家长一厢情愿 觉得这样对小朋友好 但是 是否真的 小朋友能够 接受得到 和明白得到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也是今年的时间 我也有个客人 他又是打电话来 哎呀 我想你帮我 约个皮肤科 和腹科 给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在英国读书 刚刚放假回来 我想和他跟进这两个东西 那我就说 我皮肤科 你想跟进些什么 因为 皮肤科 我们有真正的 可能皮肤敏感 濕疹 另外一些 可能是打油 那些是病毒 我说不同的 两科 那些医生做都不同 另外 腹科 我说也不同 腹科 有分子宫下面的腹科问题 或者胸问题 我说是两个不同的专科 究竟你女儿是什么问题 然后他就说 他女儿去了英国读书 当中 不是那么适应 也都不喜欢 当地的住宿 很多样东西 他都不是很开心 也都曾经返英过 上回来香港 但是呢 因为父母 就自己在外国读书回来 父母觉得 小朋友在外国读书 是比香港好 所以送了去外国 但是小朋友去到 似乎好像不太适应 变成了 全面都生了暗瘡 很噁心 处理不了 第二 就是 为什么要看腹科呢 因为女儿 停经 当那个妈妈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个反应 我说 去了一年读书 你女儿突然间 这么多年都不生暗瘡 突然间 整面暗瘡 你说到是 直接处理不了 要看皮肤科 而且你说这么年轻 还停经 我说 很严重 我说 你女儿应该是 感觉很不开心 很大压力 我说 这个不是看普通 这些西医可以帮到她的 我说 你会不会 真的认真去想想 和你女儿聊聊天 究竟外国读书 是不是真的那么适合她呢 是不是 你们心目中 两个父母 认为对好 但她还没理解的时候 我都很替她担心 然后那个妈妈就说 以前的年代 我去外国读书 都是这样的 都要适应 我以前都适应到 没有理由她适应不了 她给这个反应我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 OK 你要我帮你预计皮肤科 你要我帮你预计腹科 我可以帮你安排 我经验 治标不治本 我说 你要知道她的源头 今天医生给雷固顺她 怎样去帮她的暗瘡 表面好一轮 但是她长期的情绪 处理不了 那些暗瘡会不停出 我说 这个是内在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问题 就是 凭我经验 我觉得 你要认真 和你的女儿 溝通一下 解决她的心结 你才长远 令到她的经期 回复正常 皮肤才会回复正常 我知道客人 未必喜欢听我这样说 不过 我真的凭我经验 把那个说法告诉你 我说 今天你女儿 你说要看腹科 你说要看皮肤科 我很担心她 接下来要看精神科 我说千万不要去到那一刻 你才觉得原来她在外国读书 真的不适合她 西医 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 是当病发的时候 我们去处理 不过 我们有时候 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都觉得 心情是影响所有病的源头 我都会这样和客人说